记录 上面开头是 容门童开头的 说张哥 救救我 张大哥 我跟你 修个恩爱可不可以 对 这个主要发什么 张哥 给你列了一下我们的计划 您看一下 第一 通过编写偶像巨师的 恋爱情节吸引路人 第二 不断推送热度和词条 增加热度 第三 不宜用小号 放出两个人的恋爱日常 还有小号 第四 带出玫瑰酒店的广告宣传 这是他的计划 一个营销 然后张经理回复 有模有样 然后这个二月十三号 容门童又发了 说明天是二月十四号 事宜官宣 官宣都是商量 对 商量好日子 才知道吧 才知道吧 然后张经理又说 我要发的是 谈恋爱挺烦的 然后容门头说 那我就发 以后那就麻烦你 明天我们一起去酒店 拍张合照 以后就麻烦你 你看 你看不到 谈恋爱挺烦的 那以后就麻烦你了 傻玩 没事 幽默 好 张经理说 好灯 三月十号他就说了 我看你在社交平台上 说你想喝酸奶了 就去买了一箱 A-MAX三冬草莓酸奶 说到这个 这个粒粒饱满的草莓果肉 完美融合 零涮糖不甜腻的 A-MAX新一代健康酸奶 很多人都喜欢喝 那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而且就在我的空间 和大天师的环境也有 好 然后他说 谢谢了张哥 明天请你吃饭 没关系 刚好想着 可以作为我们恋爱的 日常分享在社交平台上 然后在他的空间里面 发现了一个画像 这个画像 比较容易分辨出 他画的这个背影 是戎门头 然后因为他的这个装扮 就跟今天的容门头 一模一样 然后容门头呢 望向灯塔 上面写的话是 曾经的你是孤儿 被遗弃 被领养 你度过无尽的黑夜 有过噩梦般的童年遭遇 在泥潭里挣扎过的女孩 你会成为自己的光 也有人愿意成为你的光 真爱 真爱 这是一个日记 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画 对 这个是写给容门头的 他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你在做秀 他真的爱上了你 可能是这个意思 日记月累产生了感情 对 但是他又不能讲 这个是第一步 我可以先说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